今天要講的鄉野怪談 發生在海拔1542公尺 稱為台灣高山五月中的老妖 而根據網友提供資訊 她曾經居住在上面村落 蘭倫某年因為天災導致全村遷移 許多村民抱著依依不捨的心 才離開自己家園 但接下來她所給的資訊 才令我不寒而栗 據說在村落有個傳聞 曾經有平地人前往山中棄屍 在村落就謠傳 廢棄校園中的某處靜止靠近 陰氣濕氣急重 非常不乾淨 今晚由於山路地面路況不佳 天氣起霧 沿途騎車使用照明設備 花了近三小時路程才抵達 中文化地下的靜止 封面路地下的靜止 中文化地下的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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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 Sang 天哪 Hello大家好 我是Dian KID 好 我們剛才在這個山區啊 大概騎的將近有一個小時吧 我們今天來這個地方這樣子 因為擔心整個村落已經都算是遷移走了 然後我們特別就是騎車來這個地方 所以光這樣子騎車原本預估兩個小時的車程 結果因為山路這邊其實蠻多地板都已經有點破損 所以我們剛才這樣子總共耗了將近有三個小時才到這個地方 沿途的那個畫面啊 我拜託KIN就是幫忙拍一些 因為其實我們連騎摩托車都是用手電筒開著在騎 因為整條山路已經是完全沒有路燈 那今天這個網友介紹我們來這個地方 他本身曾經也居住過這一個山區這邊 然後他也是跟我講說他們的長輩都是跟他們說 學校這邊有其中一個區域 叫他們不要靠近 就是那個地方好像就是非常的不乾淨 那據說當時在這個地方這邊 他是說曾經好像有發生過棄屍的案件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這個其實也是網友所提供的資訊啊 那我們今天就是憑藉著這一個網友所給我們的資訊 那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那一來之後他這邊還有一隻狗 好像都是在這個山區這邊 然後看到我們來之後就是一直在叫 那我們待會就是會走這一個地方下去 下去這一個學校的地方 然後現在看到那個一隻鞋子在那邊 有點嚇人喔 然後等一下走路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他整個地面上都是青苔 我等一下把夜市關掉 我們帶大家下去看一下這個廢棄的校園 看一下這邊到底是有多可怕 這算是山中的廢棄學校 剛才有看到這裡有一雙雨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他這邊因為是山區的關係啊 上面這邊濕氣很重 整個雨鞋上面都是水珠 我們剛沿途這樣奇怪的時候其實都是非常的小心 因為山區這邊都起霧啊 路控非常不好 欸 你看一下 左手邊這邊好像是 應該是學校的建築 嗯 有像吧 有像 這邊晚上有點恐怖啊 你那個手電筒可能要開第二段 哇 各位 看一下 這一棵樹啊 看一下 超大一棵 上面那個是有綁東西嗎 你有看到嗎 有 應該是裝飾 上面有綁一些東西 一直流鼻涕耶 溫度太低了 今天忘記穿外套 你看地板都濕了 對啊 濕氣很重 環境狀況就是 非常的不OK 旁邊這邊可以進去 OK 走了 這邊好像有特別註明說 這邊算是危險區域 這邊有一個告示牌啊 在這個校園外面 有特別說這邊算是危險區域 可能因為當時的那個 颱風啊 造成說這邊裡面建築有點毀損 對 好 那既然這一名網友給我們資訊 就旁邊這樣子走進來 小心喔 小心小心 不要有支出 不用 那邊過去 中文 我脖子幫我撥一下 我覺得我脖子要癢癢的 左邊左邊 好 好 我們進來到這一個 裡面了 後面好像有誰 照一下後面 你有聽到嗎 好像有那個 不知道怎麼講 走 走 這閃了 他要注意一下建築 他沒有聲音啊 是裡面 是裡面發出來的聲音 欸為什麼 這邊 這石頭 這邊有一個花圈 然後 擺一個像十字架的圖案 然後還用一個 特別把它遮住 是有什麼含意嗎 好 各位 今天只有 我們兩個人 出來有點手忙腳亂 那 不知道剛才那個花圈是有什麼含意 然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 還有一些 衣物 掛在那個 椅子上面 感覺 感覺好像還有人在這邊生活 然後 用 用這個地上這個一桶一桶的在儲水的感覺 有點詭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名網友是跟我說 這邊現在已經是 都沒有人了 那 從他旁邊這邊一些雜草啊 整個蜘蛛網結成這樣是 感覺好像沒有人 不過 你們可以看到 地上這邊有一些種 鍋碗瓢盆啊 就是感覺好像 還有人在這邊生活的那種痕跡 在那邊 在那邊 超大隻的蜘蛛 有兩條 爛掉的香蕉 我怎麼覺得 這邊好像 還有人 夠養的感覺 而且還有二樓 很快 往旁邊這邊走過來看 吸收台 上面這裡好像有一些是 應該是酒罐吧 有點像保麗塔B那種 還OK嗎 這邊看得出這個都是沒有達理的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已經算年久失修了 這邊都沒有在達理 我們看一下這個 它有沒有辦法進去 嘗試看看 看能不能進去 欸 鎖著它 一直流鼻涕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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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 好險我有看到 蜘蛛都很大隻欸 對 走外面一點 偷到一個網路接到那個地方 你可能要看一下它的 絲是 欸 旁邊那邊好像是教室 你照一下 看一下 沒有那個石碑我往這邊掛 沒事沒事 沒事 聽配 喔 沒事沒事 剛側軌肌肉在閃 我一直在注意 我們的後方 因為 我很擔心 不知道是 有人還是怎樣 到我那些聲音啊 現在我們旁邊這邊走過來了 欸 好像 是有 複色 那個 幼稚園嗎 有那種 小朋友在玩的那種 小屋啊 我們走過來 那邊在滴水 你們看 整個都變這樣了 整個全部都秀掉了 欸 這個橋是不是走過去對面的 我看一下 正當我們準備 被踏上秀姬斑駁的天橋時 卻發現 對面唯一的路口 竟然無法進入 我們現在遇上一個麻煩的 就是 唯一的一條路 就是這一條 但是 你們看 那個鐵門已經 拉下來了 花了三小時的時間 才到達地點 不甘心 輕易放棄探索 此時 Kim說他發現另一條路 有看到一個類似像坡道 不曉得那邊是不是 也可以到對面 好像 自然而然 然後被這種 樹枝這樣子 把它就 封住的概念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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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